我們現在都受病毒困擾 COVID-19 什麼 Omicron 這些病毒 事實上我們每一個都不知道 我們其實內在有更大的病毒 三毒也好 五種根本煩惱也好 或者說 108 等等 所以我們除了要遠離外在的這些病毒 其實更需要排除我們 無史以來帶來的那些三毒 所以如果總體來講 我們其實每天都在給自己吸毒 所以有的人因為吸毒成性 他毀壞了身體 侵蝕了健康 這個三毒之一的嗔恨心 其實帶給我們更多的生命的輪迴 所以聯皇寶散就是要從根本來 我們來關照我們自己的生命 為什麼我們會不斷的輪迴 在佛教講 嗔恨是在所有的煩惱當中 是最猛烈的 所以嗔恨呢 而且他傷害的首先是自己 所以佛在一教三經告訴我們說 一個其稱恨心的人 他還沒有傷害到對方 他首先呢就傷害到自己 好比一個人仰天吐痰 安拓其人 安拓其面 就說會 反而那個痰首先是掉在自己的身上 臉上 好像逆風揚塵 環奮起身 這個你電風扇在吹 你在這裡掃地 那個灰塵不會向外吹去 反而是吹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一個人起嗔恨心 所有的功德 本來良好的你我關係都會破壞 所以其實聯皇寶散就是叫我們戒稱 這個稱呢不管可能讓你會墮入 三惡途之中 聯皇寶散最有吸引的地方 就是講的冤心平等 原來怨恨 冤家 是從親人開始 換句話說 稱恨不愛是從愛來的 所以各位 我們有幸成為一家人 就要好好惜情 惜緣 珍惜彼此 不要從親而變成冤 所以當你這個情意 情分 走偏的時候呢 那就可能會變成是你的怨恨的人 所以我們常看到本來恩愛夫妻 可以互相彙謗對方 反目成仇 本來是好的兄弟姊妹收租 為了譬如說爭財產 本來是非常好的朋友 也可能為了理念的不同 而成了仇人 所以這個冤親平等 冤親其實是一線之隔 聯皇寶散告訴我們 在第九卷 第十卷的地方 告訴我們了解這些因果關係 了解冤親是平等 要化解冤恨 那我們就要來發心 其實在佛教來講 發心的法門最為重要 所以清朝有一位行安大師 就跟我們說 學佛首要在發心 要立願 發了心呢 就好像船有了動力 有了燃料 他才能夠向前 講這個怎麼個發心呢 總的來講就是要發菩提心 什麼叫菩提心 菩提心可以從很多的方向方面來說 其實菩提心就是一切跟善法相應的心 凡事是正法善法都叫做菩提心 那講菩提心講得非常好的 就是華顏經也講了很多很多的 集了很多的菩提心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翻一翻華顏經 那麼梁王寶藏告訴我們要發什麼心呢 我們就從第九卷跟第十卷 梁王寶藏所提到 第一個他說我們要發柔軟心 什麼叫柔軟心啊 我們有時候說這個人鐵石心腸 這個心怎麼這麼硬呢 有一種水叫做硬水 硬水就不能喝 所以水是軟的 叫軟水才能喝 所以一個人的心啊 腳都硬掉了 我們說這個叫做乾硬化 比乾硬化更嚴重 心硬化的還能活命嗎 所以柔軟心 就是說一個很柔軟的心腸 能夠接受心的東西 然後能夠呢 跟人家溝通 很能夠協調 我們說這個人身段很柔軟 一個人身體僵硬的時候 哪裡就是僵硬脊椎的毛病 都會要命的 所以一個心如果是很硬 就是這麼硬 你講什麼都無法溝通 什麼好話 什麼好的佛法法水 都進不來 那這個人就沒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柔軟 柔軟心呢就是一個不忍人之心 看到人家有難 人家有困難 人家有需要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幫助他 尤其像這次的疫情 我們國際佛官會 就是秉持一顆柔軟心 幫忙在幫忙國際 世界各國 叫無言大師 來給予救助 給這個快篩計啊 防護衣啊 等等的口罩啊 所以不忍眾生苦 就是一顆柔軟心 年王寶塞告訴我們什麼心呢 要有調核心 佛陀有十個號 叫調育丈夫 這個調非常重要 我說你要去禪坐 首先要調整 調環境 環境太吵 環境太亮 冷氣太強 都不行 調身體 調呼吸 調你的心 是最難調 所以要調 好像媽媽煮飯 太鹹了 要加一點水 太淡了 加一點鹽巴 我們人也是一樣 個性太倔強 要不要調一調 要喔 太懶散 要不要調一下 然後呢 很鋼鼻自用 很暴力的 很情緒化的 就要調合 所以調呢 譬如說人際關係緊繃的 要調整一下 大師曾經講說 夫妻的關係 朋友的關係 就像調這個Tango 沒有西班牌的國標 有時你進 有時我退 所以要調 不是 這天底下沒有 都是你贏的 所以怎麼調和調整 調整一下我們的步伐 譬如有的人以前生活太奢侈了 我現在是經濟比較不好 我能不能調一下 所以這個調和心非常非常重要 還告訴我們什麼心呢 要做不放一心 不放一心 其實就是六度裡面的精靜 精靜 所以精靜這個 懈怠就是精靜的天敵 所以那個精靜就分為深精靜 心精靜 各種精靜 三十幾種精靜 不能放育 放育就我懈怠下來啊 你說我已經夠累了 譬如說我來拜聯網寶藏 啊 人累了 算了 我這個第幾卷我就不要參加了 哎呀 我已經去過了 那個稻禪我已經去過了 所以不能放育 有人說 我們人 每一個人的每一天 有 二十四小時乘以六十分鐘乘以六十秒 一天哦 每一個人的一天有八萬九千四百秒 各位 假如你今天丟掉了八萬九千四百塊 四百元 你心疼不心疼 心疼啊 但是 你如果 荒誕放逸 你 輕忽的 把每一天的八萬九千四百秒就這樣空過了 你心疼嗎 你不會心疼 八萬九千四百元 丟掉了 再去賺 努力去賺 可以不可以賺回來 可以啊 但是你今天的八萬九千四百秒 丟失了 荒廢了 能再回來嗎 生命是不可能NG的 所以 當你想 各位去想想看 你每天有沒有浪 從你的指縫當中有沒有浪費掉很多的生命 所以普賢景仲記 講的不很傳神嗎 生命的消逝 不經意間 就好像燃眉之起 頭上在燒了 眉毛燒了 好像那個魚 水一天比一天少 這麼熱的天氣 沒有水 生命是不是在遞減啊 所以怎麼樣不放逸 所以我去年參加過的活動 法會 昨天參加過 我就不要再參加了嗎 每天都是不同的生命狀態 有個弟子去問馬祖道義 說師父怎麼樣開悟 怎麼進步 他說日面佛 月面佛 什麼叫日面佛 月面佛 就是日心月意 你每天都要給自己嶄新的生命 都要有新的生命的活水 再來發什麼心呢 梁王寶藏 高雜花 極滅心 極滅就是你面對動盪的世界 動盪的環境 哇 這個疫情一會這樣 天氣的炎熱 然後人事的變故 疫情的嚴峻等等 你知道 你就不動 不跟著環境起舞 就極滅 極滅不是死極哦 是面對動盪的外境 你不動念 你不動心 你不慌亂 所以極滅 這確實就是一個禪定的功夫 好像說泰山崩以前 好比說地震了 有人搞不清楚方向 反而亮成悲劇 所以極滅心 還有 什麼叫極滅心 我面對誘惑 世間的誘惑 可能影響到我的人生觀 我的價值觀 我的價值觀 改變了 所以面對誘惑啊 各種有錢財的誘惑啊 名利權位的誘惑啊 美色的誘惑啊 乃至一些物質的誘惑 我動不動心 嗯 我不動啊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心 極光爆炭教我們要發真誠心 就真如心 我們所有一切的努力 就是要把我們真心找回來 所以真如 我們為什麼真如不見呢 真如好比是太陽 被烏雲遮蔽 烏雲遮蔽固然不好 白雲遮蔽也不好 所以怎麼樣讓波雲見日 還給它本來光亮的面目 所以真如就是真心 所以我們待人就要很真誠 禪宗講要找回本來面目 我們怎麼沒有本來面目了呢 我們有蒙成的嘛 所以每天 六根在對應外在的六成 怎麼不辛苦 怎麼不警惕 所以真誠心或叫真如心 梁王爆炭還教我們要發什麼心啊 不雜亂心很雜亂 我腦袋一片雜亂 好像降乎一樣 好像一堆雜草 理路不清 有人我們跟他講話 某人有些人我們跟他溝通 就是邏輯理路不清 很糟糕 糾成一團的 所以什麼叫不雜亂 就是正見 知見很正確 是非很分明 因果很堅定 就不雜亂 是非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什麼必須要去做什麼要避免 不雜亂 什麼心呢 無貪令心 就是不貪 貪啊 很多東西就是從貪來的 貪 所以我們人生有很多關 明關 立關 前關 情關 恭敬關 關關難過 只要過五關不一定要去斬六將 要斬出自己心魔 是一個不貪令 這個經典不是講嗎 一個人掉到井中啊 有兩條 有這個黑白的 黑白老鼠有四條蛇 上面還有狂象 這麼危急 天空五隻蜜蜂 低下五滴蜂蜜 還是忘情的 張口去吃這個蜂蜜 那就是貪 貪自當前 貪自當前 所以明明 明明非常好的公務人員 貪 貪賭 拿了國家的公帑 公款 收人家的賄賂 貪 就都是貪 所以不該我們的 那就好像刀 鋒刃上的蜂蜜 我們都要看出那個背後的危險 所以沒有貪令心 還有簽令 要是金告訴我們說有一個大元外他非常有錢 他簽令到什麼程度 他給了家人錢財還很捨不得還把他逃回來 每一顆金子他都刻上自己的名字 所以這種就是唯金錢所奴役的 所以貪令 所以普賢 十大院你們叫我們說廣修供養 何其難啊 怎麼可能廣修 所以先從小修供養做起 有很多我們看有很多很富有的人 但是他沒有這種施捨心 沒有這種不失節緣的心 貪令 再來叫我們要有一個大聖心 要求追求佛法 大聖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很學習殊勝的佛法 要給自己非常好的目標 所以我精發心不畏自求 也不要求二稱 甚至乃至全稱 全稱菩薩 唯一一稱心 要求最高的 歐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達聖心 當然發什麼心會重要 大慈悲心 還不是小慈悲心哦 我常常問學生 佛光山的佛學院的學生 我說你們在什麼店做早晚課啊 叫做大悲殿 觀世音菩薩是住在大悲殿耶 那為什麼不叫小悲殿呢 嗯 為什麼 因為觀世音菩薩 他是大慈悲心 他悲的是不悲則以 有個菩薩叫做常提菩薩 不哭則以 一哭就像黃河長江犯那樣子 一江春水向東流 什麼叫大悲 悲大眾的事情 悲眾生還在受苦 所以叫做人力幾利 人機幾機啊 所以我們佛教講大愛不夠 那個愛還是貪然的 十二音言裡面最麻煩的 當然是過去式的無名 還有現在式的愛 可愛 所以大愛怎麼夠 不夠 所以化愛為慈悲 悲大眾 還在生死輪迴 還在這個痛苦當中 還有悲什麼 悲大事未明啊 我們大事什麼事 我們自己還在生死裡面輪轉 每天在無名裡面輪轉 每天在跟自己的不正確的知見 知見裡面一來一往 跟錯誤的知見 悲大事未明 悲大眾未度 所以叫做大悲 要發這個大慈悲心 所以我們不是求自己好了就好了 我管我自己的門前血就好了 不管他人挖上刷 真正的佛弟子 大乘佛弟子 不是這樣子 我們覺得還不夠 為什麼我們叫大乘 因為我們坐的這輛車 是大車子 不是像二稱人騎著腳踏車 我只載我自己 我們把自己載過去 也要把很多人一起 送到安全的彼岸 什麼心呢 叫做安住心 所以我們晚上呢 白天去上班 晚上要回家 為什麼要回家 我們有一個身心安住處 就我的家 要安住在哪裡 所以各位可以問問自己 你住在哪裡 我住在台北市啊 我住在新北市啊 我住在桃園啊 不是 那是你的身 你要住在哪裏 心住在比教計教 住在五欲六成 住在無名裏面 住在哪裡 要住在佛法 住在因果 住在正知正見 住在哪裡呢 住在對佛法的啊 住在信仰之中 所以叫做法為社嘛 叫法同社也好 法為社 也就是說 我們住在佛法上面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要在法上用功 在佛法上來用功 所以安住在哪裡 安住在正信 安住在信仰之中 所以以法為家 所以要一個安住心 當然 金剛經說 一無所住而生其心 無所住就不住在有違法 有漏法 世間法 當你能夠不在這個 比較計較的世間法裡面打轉 你才能跟佛法相應 所以住於 剝弱智慧之中 六度萬恨之中 當然要發什麼心啊 歡喜心 這歡喜心太重要了 菩薩的修行 最後經過實信 實住 實行 實回向 然後才叫登地菩薩 第一個登地菩薩叫什麼地啊 就叫做歡喜地 為什麼歡喜地 這等於說 我到一個大學 我考上這所學校 我及格了 我可以註冊了 我是正式的學生 那歡喜地要經過前面的實住 實信實住 實行實回向 哇 要四十位 多難啊 其實也不難 第一個地就叫歡喜地 歡喜地的人就怎樣呢 多信 有信仰 多親近 親近 多踴躍 多調柔 多看受 還有多歡喜 不腦恨人家 不去 不去找別人的麻煩 所以各位 華燕經告訴我們的歡喜地 假如你有剛才我說的那些性格 恭喜你 你就是出地菩薩 你是菩薩一年級了 所以我們要保持一個歡喜心 就讓自己每天都很快樂 不快樂怎麼辦 所以看有的人就很悲觀啊 很消極啊 每天就活在煩惱當中 那不是太吃虧了嗎 所以怎麼樣 歡喜 所以道場 傳統的中國寺廟道場 山門就做了一尊歡喜佛 歡喜菩薩 蜜樂菩薩 大度能容 笑口常開 歡喜 你本身歡喜 你才能給人歡喜啊 就是大師說的四給 第一給就是給人歡喜 你自己都不歡喜 你怎麼給人歡喜呢 那你怎麼會不歡喜呢 你要找出你不歡喜的原因在哪裡 什麼使你不歡喜 那不歡喜會怎麼樣 一個人不歡喜常常活在憂鬱憤怒 無名之中 煩惱之中 身上會生出負的能量 是發出毒素的 不是身體也弄不好 什麼事也不能做 所以這個 明環寶寺告訴我們要發歡喜心 還有呢要發什麼 度脫一切心 要去度一切眾生 所以眾生無邊 事願度 當然先度自己的自信眾生 度一切 換句話說我沒有分別心 沒有減別心 這個人我喜歡 我才跟他在一起 我覺得對他很好 愛之欲其生 物之欲其死 這就是減別了 所以禪宗第三組 三禪大師 他的著作叫做信心明 前面四句你能用就夠了 智道無難危險檢擇 但莫稱愛動然明白 他說至高無上的佛法 其實一點都不難 但是 最忌諱 檢擇 好像我們去選買水果 這麼熱的天 買個西瓜回來吃 你是不是用手彈一彈啊 嗯 這聲音很脆 這個不好 悶悶的聲音 買水果要減別嘛 要挑選 人呢 我們對人也減別嗎 這個人 看起來順眼 這個人聽我的話 這個人能順從我 這就是跟我同黨的 那個人 老師 我一講話他是一言九鼎的 討厭他 但是 真正的一個大菩薩 會這樣嗎 就好像醫生 醫生所有的病人來 他會減別 他會挑選病人嗎 這病人看起來就很討厭 不給他掛號 是這樣嗎 凡是真正 有愛心 慈悲心的醫生 所有的病人 都是他要去醫治的 我們學菩薩道 也是這樣子 所以 度一切 發這個度一切眾生的心 再來 要守護一切心 我守護 守護 我們正法 正法久住 守護眾生 我守護道場 我們在家的居室 我守護我的家庭 守護我的家人 我守護 守護這個社會 有一種守護的心 也非常非常重要 有的人沒有家庭責任 出去像丟掉 回來像撿到的 要守護 守護一切心 再來很重要 叫守護菩提心 因為菩提心很容易忘失 所以叫學佛一年 佛在眼前 學佛三年 佛語不見 學佛十年 佛往西天 叫守護菩提心 菩提心發芽很不容易 但是要灼傷他 要把他拔除 傷害他 太容易了 所以我們要好好守護 要給他灌溉 怎麼灌溉 聽法 就像這樣參加法會 去修福德 做義工 來護持 護持佛教 讓這顆菩提幼苗 這個菩提 每天給他一個 正 正法 正性的 法水 不斷地灌溉 才讓佛教這顆菩提樹 你的菩提種 灌溉於 法水 清淨的法水 讓它長成一顆 茁壯的菩提樹 讓它能夠品應一切的眾生 也品應你的家人 最後呢 梁王寶山告訴我們 有個心太有意思了 太好了 叫 試等佛心 發誓 我要跟佛一樣 這意思就是要成佛嘛 我發誓 我跟佛一樣 我要跟佛一樣的境界 跟佛一樣的難行難行 難忍難忍 換成我跟佛一樣的成就圓滿 這就是成佛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作為一個學生 對你老師最大的報答 就叫清出於欄而勝於欄 比你的老師優秀 作為子女後代 子孫後代 你怎麼樣報答你的父母恩 你要比你跟你父母一樣優秀 或者是超越他 比他很優秀 作為佛弟子 怎麼樣報答佛恩呢 成佛給佛看 就成佛 所以我說我們佛教很棒 我不是坐在佛的旁邊 我說佛陀一樣 我有一天跟你一樣 我要坐在蓮花上 我成佛了 所以試等佛心 當然佛怎麼成佛 我不是在這裡喊我要成佛 我要成佛 我就成佛了 所以我要向佛 佛是老師 我怎麼成佛的過程 我要學習啊 我發誓 我跟他一樣 修 修持各種的法門 實踐菩薩道 所以 菩提心只有這樣嗎 柔軟心 其實包容心 忍耐心 布施心 凡事 各位去想 凡事跟正法相應的心 都叫菩提心 那麼發了心呢 你就有那個動力 你就可以實實的提醒自己 我懈怠啦 我有一點沒力氣啦 就叫再提醒自己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 身口一三也 都應該非常的親近 那一定可以得到 平安健康 諸佛菩薩 一定會保護你 護持你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